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理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期许国会能够更透明更进步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首先我们看到是立法委员郑天才 好 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立法委员高禄以用 好 最后欢迎的是立法委员陈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陈寅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在立法院其实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先来看今天立委忙什么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那么今天课语认证奖金取消 那么李永德就说 用人民的纳税前 鼓励学课语会扭曲小朋友的价值观 决定要取消 而另外是外传财长许于哲 是下一个请辞的阁员 本人他今天就说了 他会跟林权同进退 还有的是法务部长邱泰三 他说要废死 这个一定要有配套机制 达到这样的目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今天几个重要的事项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讨论的是 在这个部分是 今天要讨论原住民的权益 而其实就在前几天 国会大典之上 才有主持人的发言引发争议 国庆大典上 主持人这样介绍原住民 有一句这个口号是这么记得 少太太达卡 阿萨布鲁哥被吓得跑走了 他分别代表 少族 泰鲁哥 泰雅 达悟 卡纳卡纳富族 阿美族 萨奇莱雅 布农 鲁凯 格马兰 悲难 赛下 赛德克 台湾 周族 以及辣阿乳阿族 主持人一口气念出 台湾十六原住民族 但这桥段可让原住民气炸了 原住民族青年阵线 在脸书发文怒批 不开玩笑就不知道 怎么认识原民的中华民国 把我们的历史伤痛当成笑话 把我们的转型正义当成笑话 不管是在任何的庆典 还是平常的活动 主持人我觉得都不应该 拿族群来开玩笑 所以我们会来了解之后 内部做一个检讨 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原住民的族群 说一声抱歉 正会国庆求委会主委 苏家选前道歉 好 我要先请教陈寅委员了 当然这件事情 这几天都引发了讨论了 你自己怎么看呢 这个主持人说错话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的意涵 当然 首先当然我是觉得相当可惜 因为我们的小英总统真的很难得 有一位总统领导人可以 就是说他已经在8月1号向原住民 整个原住民族道歉了 但是我觉得在国庆上 这样的一个发言 可以说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当然诚如院长讲的 我们真的在处理族群的议题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但是我非常不解 就是说长期以来 每次讲到原住民 比如说像早期我都执询过 像蔡阿嘎在用榜阿称呼原住民朋友 还有像大伟鲁曼事件等等 其实大家只要一讲到原住民的时候 大部分几乎都是用一种很揶揄 不尊重的态度来看待我们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双十国庆 一个国家很重要 而且是很严肃的 很庄严的一个庆典里面 用这样阿萨布鲁来介绍原住民 虽然用口诀来帮忙记忆是非常好的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难道你就不能用一些 比较尊重的言语来介绍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阿萨布鲁哥 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我想这个就是一般普遍社会 对原住民很不了解 所以才会产生不尊重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原住民族的族群教育上 我们应该要多多加强 不只只是学生 甚至就是说特别是政府官员等等 这些都是应该要被加强的 高罗委员我要跟你请教的是 其实刚刚陈英文已经讲到 其实暴露说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用一些比较 我们会说也许是开玩笑 或是严重一点来说 是轻蔑的方式来看原住民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好 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认同 就是蔡英文总统在8月1号道歉 可是你要看 从520那时候的旧职典礼开始 有这个草莽跟粗矿 来形容原住民族 一直到现在就是10月10号 这么重要的日子 对中华民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也是针对就是对于原住民的 这个说明跟解释 他用揶揄的方式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普遍上我们的主流的教育就没有让我们的台湾人真正的去认识原住民族 因此我们都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对原住民的形容都会用一种猎奇的好特殊奇怪的 或者是说好笑的那种方式去呈现跟表达 那当然他就呈现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主流社会对原住民族的认识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你说要用口诀 我觉得口诀这东西通常都是以前就是应付考试用的 强计用的 假设你真正的去认识原住民族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口诀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那蔡英文总统道歉之后 我觉得其实政府真的要带头 好好的就是把原住民族的这样的各种文化 跟大家差异的地方 好好的为大众去解说 如果没有由政府带头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典礼当中发生这种状况 即便说我们的苏院长他道歉了 可是我们还是担心就是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尤其是发生在我们新政府身上 那会觉得整个就是很可惜 就是罔顾我们总统这么有诚意的来道歉 那我希望就是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的教育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而且呢我们在整个教育的层面 从小到大 都需要去把这个族群主流化的概念放进来 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认识这个土地上 每一个族群 然后台湾土地上的主人 政委员您自己的看法呢 从这些事件看起来 因为蔡总统要道歉不是8月1号才说的 是在他就职之前更早更早就说了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他8月1号道歉 基本上原住民族是表示肯定而期待 但是如果去对照这个从旧旨大典 把原住民族的文化习俗形容成草莽而粗犷 然后又介绍这个16个族群有那么难介绍吗 有这么多的更好的介绍的方式 非得要用阿萨布鲁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那种 那个意思来去介绍 所以他整个失交了 所以再多的道歉 就像我们林前院长在昨天也被询问 还有苏院长也被询问 所以后面要怎么处理 都没有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 事实上在整个教育 难道台湾的教育还不够吗 当然是不够的 我看显然是不够了 但是教育之外 如果没有一些这个可以惩戒的 警醒的 所以那个族群的那个相关的这些平等法 道歉永远都是廉价的 这些法律 而且事后长这些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法 因为我们的刑法是没有办法去克责的 因为我们的刑法侮辱罪不包含整个族群 所以这个部分法律的一个去追究 应该还是需要的 好 我们要来看蔡总统 她其实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宣誓 其实有一张图卡 您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刚刚几位委员都有提到 像原住民道歉 然后有说总统府要设一个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 还要推动原民三法的立法 这包括了原住民族的语言发展法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跟原住民族自治法 好 我其实要请教各位委员 其实讲到我们先看这个 从道歉到设转型正义委员会 其实促转法最近才是一个话题 没有放到原住民里面 这其实是不是很多委员都表达 非常地不满 其实我应该这个部分 我跟民进党团意见是不一致的 但是你说要不要设专法 我先讲一下我的版本 因为其实我的版本 基本上还是以原来 就是说民进党的版本是很接近的 但是我是在特别把原住民的部分 把它纳进去 然后把这个时间把它拉长 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是一直很积极 要处理不当党产的部分 中间我也建议说 那你干脆这个条例就直接开中民意 就讲民就好了 就不会有这些争议 但是后来当然就其他政委员 廖委员他们有另外再提出 一些原住民像这个专门的一个版本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 我觉得国民党他其实他们是规避 不想去处理讨论党产的问题 所以就这个乌贼战术 把原住民搬出来挡在前面 那但是我想我个人是说 因为这个要切割其实有点困难 因为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很重要 但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也很重要 你要怎么去切割 这当中有这个重叠的地方 但是又这个时间点又有跨出去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提了我的这个版本 才会就是做了把这个民进党的版本部分做了一个修正 那我是在这个任务组织上面 有一个就是增加了这个 有增加了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母法不足的部分 我也保留了这个空间可以令定执法 那但是就是说我这边也 我想总统府那边还有党团议师就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这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可以立即立刻来处理 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可以马上来启动一些转型正义的一些任务 跟工作 那因为立法它会有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还要经过 经过各个党团的一个协商跟审议 所以他们我想府的意思 最后拍板定案还是先 设委员会 对 处理这个委员会 那但是我觉得总统的诚意是非常有的 我们姑且先给他机会 因为8月3号那在凯道 有很多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一直在抗议 那总统也停下来 特别去跟他们聊天 这个我可以作证 这不是事先安排的 因为总统那天刚好绕过去看到 都已经道歉 为什么这些人还在凯道 所以他就没有按照国安单位 原先所规划的路线走 所以他就自己就下车 就说他要去跟我们原住民朋友谈一谈 所以他也解释 也特别强调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没有那个 就是说他对原住民这个委员会 这个部分没有这个调查权 但是呢 但是我们先走 如果真的不足的话 他愿意在立法来加强这个调查的强度跟力道 好 道理委员自己怎么看呢 我们说包含设委员会跟在促转法 这个之间的差别 好 首先就是总统道歉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其实就是要做体制的改变跟权力的回复 他这个整个精神就是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那其实时代力量其实有推出的 就是历史正义与权力回复法 很早就推出来 里面就是把原住民族放在这里面 那时代力量是最早提出来的 可是呢 当然就是说好 这个我们的执政党 他希望就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促转法 跟这个党产条例能够赶快通过 但是呢 你不能因此牺牲原住民 我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主流社会 很多的政策都已经很难推动了 那更何况就是在边缘又边缘 容易被忽略被忘记的原住民族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做到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就必须在相关跟原住民有关的 要把原住民这样的议题要放进去 所以当时我们一直在强调 陈寅委员也在 政委员也在 那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个整个促转就要放入这个原住民族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 在那一次的委员会的讨论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如愿 那我们时代力量也推出来的是 原住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正义 与权力回复法 我们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我们认为就是原住民族 一定要把它包含 不是要匡限跟把对象 特定在那个白色恐怖那个时间 而是原住民族所遭受的迫害 是一直延续继承到现在 讲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以我所居住的地方 它最大的这个私有地的地主是谁 就是台糖 那台糖它土地怎么来的 它其实当时是一个解释的命令 就是直接接收地产过来的 那日本那时候怎么拿到土地的 就是强夺原住民的土地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说 如果我们的转型正义只做到 这个当时那个国民党 来到台湾那个时间点 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对整个台湾土地上的人 就对原住民就不公平 因此我们才会一直要强调的就是 转型正义不要忽略原住民 那当时赵伟段一康委员 他也有提到说他一定会处理 但是到目前为止是处理到一半 我是希望就是说 如果总统道歉 我们需要有做有为 那就一定要立即的把这个原住民的 这个转型正义的这样的 一个法律专法通过 当然他有提到就是说 当然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总统府底下有这个委员会 对 可是呢 你不可能就是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最后只是一个历史记录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调查权 你没有实权 你只是去调查 那你调查都还会遇到困难 请问你要跟林务局 你要跟台糖调资料 你觉得总统府底下的这个学者 这个委员会这几个学者 他说我要这些资料 你当初怎么把原住民的土地 抢走的 你觉得你调得出来吗 不可能嘛 就如同那个党产条例 不当党产条例 他一定是要有一个正式的组织 然后甚至就是说 他一定要有一个实权 不是只是在总统府底下 类似这个人权咨询委员会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如果我们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它毫无作用 那你认为 整个这个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要怎么去翻转 到限之后 对不对 到限之后体制要怎么去改变 好 先前谈委员的看法 刚刚提到说 如果是这个委员会 它可能没办法发挥效果 你也会这样认为吗 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其实 原住民族很担心的 是不是蔡总统跟这个立法院 民进党团在唱双谎 为什么呢 这个蔡总统最早在 在那个选举的时候 他的原住民族政策 就里面就提到转型正义 在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谈转型正义 但是到了立法院 民进党团就说 原住民不是转型正义 是历史正义 弄到现在那个委员会 总统府的转型正义 以历史正义委员会 变成两个 事实上 我们整个原住民族的土地 跟蚁炎的流失 各方面都流失 其实都是在威权统治时期 因为日本离开了之后 这本来就回归到原来自己的 对不对 被抢夺应该就回归到原来的 原来的属于原住民的 就属于原住民族 但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 就是说这些土地 只要是日本当初官有的部分 全部都不缓 都不缓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总统府设这个委员会 它只不过是一个咨询的性质 因为 好你说这个 我们原住民族的 那些委员的代表说 这个土地是原住民族的 总统府 总统就可以说财势说 就给原住民 不可能 因为都还要回归到什么 国家 国有财产法 有相关的法律 有土地法 已经登记是谁的 登记为中华民国所有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法律 如果没有像一个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有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我在提的法案里面 其实是跟民进党类似的 就是说民进党所提的 有一个促进转型 这一条例的草案 然后另外一个不当党产条例 对不对 不当党产条例 那原住民的部分 我本来当初期望 原住民的部分 在促进民进党的版本 促进转型 正义条例里面 能够把原住民放进去 然后我们原住民的 类似不当党产 我们有很多的不当国产 不当国产是原住民族的 所以我提了一个 回复传统领域的条例的草案 我们很多立法文 包括高露宇宙 时代力量 他们他们都签了 所以这个部分 这样谈那个落实 落实蔡总统所谓的转型正义 所以这两个法必须要 一个是框架式的 框架式的法 一个是具体可以执行的 而且这个回复传统领域条例 不是我创设的 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条第二项 就明定国家应该设这个 原土地调查的委员会 好 我们要在这边 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延续谈到说 成立委员会有没有用 会不会只是图具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其实这是我们刚刚提到 总统府要成立一个 转型正义主要是针对 原住民的一个委员会 那么设置要点是什么呢 组成的成员有这些 29到31个人 总统是担任召集人 而另外一部分 就是有16族代表 各一个人 平埔族三个人 相关的机构 学者跟公民团体代表 编组当然是针对 他们的任务要做的 土地 文化 语言 历史跟和解 那么任期是两年 其满得以续品 我要借请教陈寅委员 如果我们一个个看 这个任务编组 表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刚刚你有讲到 土地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原住民族 非常希望能够 获得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实当然 大家的争议点 还是在这个调查权的部分 那我已经讲了 说这个部分 就不好意思 我确实跟党团的意见 不太相同 但是我接受 小英总统的诚意 我们就让这个委员会先走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民进党团 这么急着让这个促转条例 还有不当的党产条例通过 那是因为我们在跟时间赛跑 因为国民党一直 现在加速处理他们的党产 那我们如果不快点 快点有法规 来加速处理的话 那到时候我们能要到什么 土地都不见了 那当然在之前 我连续揭露了好几个 目前总计有八个 八个这个国民党的乡党部 是占用 或者这个从早期非法的 这个占用 然后玩法 玩到后来变成合法的租用 那这个总计有八个 那这大概土地面积 大概有上千平 那我们再看它的附属单位 这个救国团的部分 全部加起来 其实那已经是 破万平的一个面积了 那在 而且就算是有 有租约 有付租金的部分 其实我们之前 我都有揭露过 有的一瓶才一毛钱 连一块钱都不到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离谱的 那就算按照现行 很烂的法规 去把 就是把这个土地要回来 你最多五年的这个补偿金而已 也没有多少 因为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这个价值 它其实是很低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原民会最近也加紧处理 只是说他们之前得到的回复 就是 其实进度不是很快 大家 有的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诚意 想要还这个土地 所以 这边也呼吁一下政委员 这个已经占用到我们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所以所以拜托你赶快督促你们的党 赶快还还出来 委员这边要先回应吗 对 回应 对 如果他是不当党产 就欢迎陈委员 直接就把他送给顾立雄主任委员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属于不当党产的部分 已经有一个法律了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已经有一个法律 而且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已经很积极的在办 所以 蔡陈委员应该把这个资料 全部送给 不是送给言民会 应该是送给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你可以跟我一起送啊 现在可以加速来进行这件事情吗 对不对 因为既然是有一个委员会有法员 你说乡党部你们有的党部 有的是跟图书馆放在一起 有的还是变成原住民文物馆 到底这个党产通日 主持人 这个几千万几亿的 是 对不对 孤立雄都处理了 这个 那个更容易处理吧 就赶快送 好 高原 我觉得啦 就是原住民族所关心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 就是原住民族的转型争议 它沦为就是两党的政争 因为我们所流失的 刚刚陈寅委员提到 就是说的确就是我们原住民保留地 有被这种不当的去取用 但是呢 这对原住民所失去的 所流失的 其实都是九牛一毛 那我回到原来的主题 就是谈到这个总统府底下的 历史争议与转型争议委员会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它在里面的确它真正的问题就是 它没有实权 请问一下在资料跟政务的保全上 或者是这个行政的调查上 它有没有办法做到 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它是这些里头的委员 它要怎么做 它是凭着记忆去写吗 那或者是说它要查一些 查一些就是坊间可以看到的书籍 不可能嘛 因此你如果没有让这个受调查者 有这个义务去协助调查提供资料 那就代表就是说 我们要去做这个整个真相调查 它可能只能做出一小部分 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复原住民的这个权利 那么再来就是说 其实如果是参考时代力量的版本的话 其实时代力量它在整个调查权 是真的是有实权 它绝对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因为它对于就是拒绝调查的受调查者 它会有相对的罚缓 那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 当然就是蔡总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先试试看 如果不行再立法 可是陈英伟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有办法等那么久吗 就譬如我自己的阿公都92岁了 对 那他历经了整个这个威权的时期 历经了日本时代 对 那他所失去的 能不能让他还在活着的 有生之年还看得到他的正义的恢复 这是我们年轻人 是 一直很积极又很忧心 希望能够赶快为他们争取的东西 这个高路已用刚提的是非常正确 除了我们要去争取刚才陈英伟言说应该要返还的一千多瓶的土地 我们更在意的更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些土地 是我们的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不是那个几千瓶 我们传统领域如果要看这个地图的话 如果要看这个地图的话 多大的传统领域 所以这样的传统领域 当然要有法 一定要有法 绝对不是总统府的委员会可以去解决的 所以一定要有法 而这个法不是我创设的 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经明定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原住民族基本法不是早就已经超过十年 已经通过了 超过十一年 他有二十二个职法 所以到底问题 对 问题是卡在哪边 所以问题 问题其实是卡在 这个我来讲 一起讲 可以讲 我原先讲 其实当初早期在阿扁总统 最早签订原住民新伙伴关系的时候 那里面有相当好的很多很好的政策 那过去政策我们都是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好像政府施舍给原住民福利 但是呢 从这个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推这个原住民无基本法 我们是把权力回归给原住民 所以这个权力是由下而上 那但是很可惜 就是说当时朝小野大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这中间十年来至少 都是在国民党的这个 在国会的席次是比较多的 所以当时有要推了一些原住民相关的这个法案 都不是不是非常的顺利 那甚至我们在推自治法的时候 那时候有相当的一个讨论 那我也为了让我的我们 其实那时候我也有提了一个共识版 每个委员都有签 那我没有挂我自己的名字 是希望说这个版本 比较符合原住民期待的版本 那大家都赞同 那可以比较顺利通过 结果没想到 到之后有一个 没有对外开放的会议的时候 很可惜 里面当时几位国民党的委员 特别是国民党的委员 在那个发言态度就不一样了 当初义政延迟的 要争取原住民的权益 但到那个秘密会议都举起来了 所以很可惜那时候也没有通过 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 这个执法的设置 其实是一个大工程 特别是这个自治法的部分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也期待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能够诚如总统当初 对原住民的这个道歉 还有大家比较不清楚的 那一天在行政院长对外的致辞 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各个部会 未来在处理原住民议题的 态度的时候 必须要站在原住民族的角度 来思考 所以我们 但是这个会又牵扯到 就是说整个文官的体制 这个成员上 我们虽然在国会又执政 但是有些要推动的时候 我们最近又这几个月 确实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说好政务官换了民进党籍的政务官 但是要实质推动的时候 下面很多文官 又是古早时候留下来的 好 那有些脑袋还没有转过来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 大家还是要共同努力 但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说至少在原住民族的议题 议题上面 我们几个立法委员 虽然不同党派 但是有时候 遇到 遇到这个 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还是会 共同努力 但我希望待会我们 如果还有一点时间讨论 因为今天讲转型正义 大家一直在讲土地 这个是长时间的 但是我们眼前政府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那是原住民的工作上的 工作权的一个转型正义 等会会谈 郑委员 您要再补充这个部分 我们会说原住民的基本法 到底有什么下落 基本法是在民国94年 是 这个 好历史我们可以跳过 你觉得卡在哪里呢 也是 也是政治的关系吗 又是 又抽 其实不是政党的问题 我不认为是政党 还是要靠我们原住民族 有没有团结 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所以会通过 是原住民族的 我们的前辈 很努力 很努力的 甚至那时候民进党的政府 要去复议 还好后来没有复议 所以这个部分 我原住民族的立委 在这一届来讲 是非常团结的 所有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促请 民进党团能够赶快去 因为现在民进党是 前面这个优势的一个人数 所以法案都在立法院了 这个时代力量也提了很多法案 曾医委员也提了法案 我也提了法案 法案都在立法院 所以也不必送到什么 爪行正义委员会 所以大家现在是一个 比较好的时间点 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件事情 对 本来应该是希望是这样 其实政委员他提的就是说 过去 过去可能他们有一个 组一个政策 政策 也不全然 政委之类的 也不全然是那个 那现在是有八个原住民级的令委 可是现在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我自己是一个小党 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还是一样 我们在原住民的 这个原住民的委员这边 还是要分颜色 那这是比较遗憾的 可是我要回到就是说 我们提到这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然后却提出来就是要推动 原住民的这个原基法的三个执法的推动 是自治 土海 跟语言发展 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 从94年原基法通过到现在 本来就是要三年内要把这22个执法通过 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过 你这次在这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说 你这次优先要通过这三法 我会认为这是之前早该做 而不是要拿之前该做的东西 如果我现在完成 就要变成说新政府的政绩 我还是希望就是 不管是原民会 他自己推出来的这样一个法案 要符合真正原住民的需求 而且真正原住民的权利 能够彰显原住民权利 然后呢 在立法院真的就是 不是只是原住民的委员 站出来去争取 而是其他不管是 国民党不管是民进党的 非原住民的委员 都要一起支持 才能真正落实小英总统 所提到的原住民转型正义 那我还是讲 即便我们现在原住民的委员有八席 还是少数 我们即使很团结 还是少数 我们更需要的是 我们这个国会里面 不管是在野跟执政的其他的委员 能够共同支持 因为原住民的这个权利 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 其实在国际上都会看 它也是一个国际要去认定一个 这个国家是不是走向民主 跟人权的标准的指标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提到的 就是说行政院又拍板定案说 未来平埔族群 它要定调成这个 它不是要恢复族群身份 恢复成原住民 而是恢复成平埔原住民 我会希望就是政府这边 能够再跟这个平埔族群做沟通 因为这个是他们之前所开的两次的 平埔族群开的两次平埔共事会议的 这个立场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希望是不修法 然后只是废止他的解释令而已 对 这我会有个问题是说 其实政府是不是包含比较高阶的官员 对于原住民还是有很多的不了解 其实确实是这样子 我还我满赞同搞入委员刚刚提的 就是说其实另外族群 其他族群的这个 这些立法委员们 要真的能够理解 了解 然后尊重 那我们推动法案才会顺利 不然我们光一个 像狩猎好了 那个动保团体 就把我们污名化得很严重 都把这个野生动物灭绝的这个罪名 灌在我们的身上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那其实原住民是非常讲求 生态平衡的一个族群 那不管我们打猎 狩猎也好 我们捕鱼也好 我们其实就是像怀孕的 或者抓鱼抓到怀孕 或大只小只的 我们都会放回去 那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在一些动保团体 那他们也结合一些立法委员 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修法上 就会受到一些阻扰 那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早期 就是说早一点 这个平常我们这个民族教育 做得够的话 那够理解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 立法推动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这么困难 对 我连续就要问说 教育的问题 其实能够怎么做呢 现在在教育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先说明这个 原住民族基本法 刚刚陈寅委员提到的那个 有关自然自然的部分 比如说野生动物保育法 或是森林法 相关的这些修正 甚至矿业法等等 这些修正 当然已经11年多都没有修正 但那明明来说很重要 我为了这个事情 为了这个怎么去突破 所以我在上一届 特别修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34条 增加了第二项 这个第二项是什么 法还没有修 那就由 言明会跟农委会 就野生动物保育法 就森林法 来做解释 透过解释就可以了 所以对原住民来说 这个他们会有 什么样实际的帮助呢 就是相关的 自然资源的 这些使用 因为原基法 认为我们是合法的 但是碰到了 野生动物保育法 我们是违法的 我们就被起诉 被判刑 所以在诉讼案件 非常特别多 所以这个如果 行政院 言明会跟相关的部会 其实依法可以 已经有 已经给他罚保了 所以能够很快的解释的话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有关于这个 刚刚所提到的 像狩猎 狩猎 我其实一直觉得 很感慨的地方就是 原基法已经定在那边了 可是执法的人 却视而不见 这是我们最难过的地方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 像同门捡石头的事情 少量的石头 就是可以采取 以自然资源权来讲 或者是在自己的 传统领域上狩猎 在自己的列区上狩猎 这个也是原基法 所赋予我们的权利 这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 它本来就长在 我的血液里面 可是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有罪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我本身 这个文化里面 就是有狩猎文化 好 那可是警察看到了 他就一定抓 那他其实可以 适用别的法规 可是他就是一定要 以刑法 或是刑法的相关的罪行 然后送检察官 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从源头 就已经出问题了 即便说我们现在在法律上 一直到这个 在法院里面法官的判决 到最后是无罪的 很多的案件都是无罪的 可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主人 去饱受这种折磨 你知道一个普通的百姓 他光是看到警察 就吓到皮皮刷了 然后又要进到法院 我自己 虽然我自己 因为有提告别人 可是就是 我自己碰到检察官 我讲话都会支支吾吾了 那你更何况是这个 这个一直被当作罪犯 看待的猎人 可是这个 这个其实在 不管是在宪法里面 国家肯认多元文化 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再来原基法里面 原住民在自己的 原住民地区 传统领域上 狩猎 不管是自用 或者是说非盈利 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我们为什么在法律上 在使用执法的人 却不是看我们原基法 那然后呢 按照自己的本位主义 我就是 比如说 林务局的人 对 他就觉得说 好我要保护森林 你想想看 所有的那个 森林里面的动物会灭绝 不会是因为原住民 因为原住民在这边 几千年了 他那时候都活得好好的 谁进来了 好我们要在这边 先稍微中段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用一个短时间来看一下 明天立法院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明天星期四 有司法院的政府院长 被提密人同意权的审查 而另外教育文会会邀请文化部长 还有NCC主委 报告政府要如何因应 OTT产业新发展趋势 并且会备询 而在司法委员会 邀请了法务部长 还有金管会的副主委 来报告赵峰金案的侦办进度 这是明天立法院的情况 接着我就要请教陈寅委员了 其实我们会说 修法或是制定了 什么样的情况的法律 或者是委员会 对原住民来说 是不是还不积极 其实最现在最立即 面临到的问题 可以用什么方式 我觉得最立即 就是赶快处理我们工作权 工作转型正义的一个 工作正义的一个问题 那刚刚主持人特别问到说 我们怎么这些问题 哪个是比较严重 比较怎么样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从一开始原来全部 整个台湾都是我们的之后 到现在变成只剩下这个 这么一点点 所以其实坦白讲 有的真的要不回来 那要不回来的 希望政府能够赔钱 那我要讲的是说 大家是现在在整个台湾 那么特别都会区 很多的高楼大厦 那还有很多的豪宅 都是原住民盖的 但是没有一栋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呢 有人就说啦 原住民的这个工作贫穷 是20年前在故乡放牛马 但是这个20年后 我们就是在台北或都会区 在坐牛马 那我想讲一个 立即政府应该要正式处理的问题 就是其实外劳的大量引进 其实是就是大量剥夺 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工作机会 那特别就是外劳的保障 真的是很多 他们有这个一来就保障工作年限 先三年起跳 那未来修法通过之后 就可以延长到12年 那还有他们有申诉专线 我们是完全没有 他们申诉专线有 他们用他们国家的语言 但是我们是 我们各族语言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却没有 那另外就是说 甚至这个他们期满外劳要回去的时候 政府还付他们八千块 我们原住民呢 有的对不起 有被解雇了 搞不好还要借车资回家乡 所以我想在这个立即应该处理的问题 就是说这整个外劳的政策 你不应该剥夺本国劳工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工作的这个权益 我们其实很不愿意跟外劳放在一起比 但是呢 这个长期从这个土地流失 然后文化流失 语言流失 种种的问题 造成我们今天经济的弱势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工作权开始给我们 那我也推了这个 我们原住民银行的这个草案 已经送出去了 希望这个草案赶快通过 我们可以来解决我们贷款的问题 高路委员 好 那刚刚说原住民工作权的部分 其实在原住民 大部分是做技术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存在很多黑暗的角落 不管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劳基法的保障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隧道工 现在树花改正在盖 很多的花莲的阿美族在那边当隧道工 它里面常常都是用承揽的方式 一个工人就承揽一个工程 那它其实只是在里面 这个工程里面的一个劳工 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个工作权的保障 那我要提到的是 我们不要去忽略 就是原住民劳工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在原住民 很多的限制应该要松绑 比如说我们明明有这个土地 但是在山上你没有办法看书 然后呢 这样的限制其实就限制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采取自然资源 好 那结果员最后一点的时间 转心正义 土地是第一的 但是可以不用修法 就可以马上做的就是教育 教育的提升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好多的